怎么会淹成这个样子呢 这是高雄市山林山区 12号下午呢下起了大雷雨 结果造成了永久屋附近的道路 这水淹半个轮胎这么高 路边的车辆通通抛锚 而水还差点淹进了屋子里头 雨下不停 永久屋前的道路成了汪洋一片 水淹半个轮胎高 造成这辆黑色休旅车抛锚 让附近居民看得体型吊胆 就怕水淹进住家 关下五号雷震雨嘛 原来这是27岁的卓先生 在住家窗台拍摄的 他说12号下午两点多 杠市山林区突然下雨 雨室又大又急 不到半个小时 道路就大淹水 有一条路都是有桥嘛 因为还有那条路是没有桥 它下面有那个潘水沟 可是做很小啊 上面的那个木材 树木啊 东西都卡在那边有没有 才无法去那个排啊 根据高雄气象站的观测 12号的雨量 从下午两点到四点 两个小时内就下了 49.5毫米 相当惊人 而卓先生说 其实淹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逢大雨避淹 让他们不堪其劳 怕说那个 怕排水沟有没有 无法负荷的话 它就直接满进来了 他们里面有个社区观测别人 有去跟那个 那个去 去说个字 好像都没有不了了之 这样子啊 卓西市的家人 是小凌春受灾户 住进永久屋后 只要一下雨就很紧张 向相关单位反映 对方却在晴天来巡视 让他们气炸了 决定拍下淹水画面 希望能获得重视 全省基建红约方 高雄报导